男女瘦瘦不侵是一句世人皆知的俗语 尽管现在日常生活中已经很难见到 但是在一些古装影视剧里 或者在老人身边还是可以听到 意思就是说男性跟女性之间 不能够过于直接地亲密 无论是赠予他人礼品还是接受他人礼品 都不能够直接进行 至于身体肌肤上的直接接触 语言问题上的直接交流 那就更是不被允许的行为了 根据儒家四书五经理理记中的记载 男女不杂作 不同诗家 不同精致 不亲寿 扫书不通向 意思就是男性跟女性不能够坐在一起 不能够在一起洗漱 不能够亲自赠予物品 扫扫与弟弟之间不能够有太多的直接交流 这也是男女瘦瘦不亲的源头 但是真正名文出现还是在战国时期的孟子中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雄辩家叫做纯玉坤 他对礼记中的那一套不是很赞同 于是特意去问儒家的亚圣孟子 男女瘦瘦不亲 礼语 意思就是说男性跟女性之间 不能够有直接的交流 这是符合儒家礼法的吗 纯玉坤的这个问题其实很不厚道 因为大家都知道孟子是儒家的典型人物 他不可能直接反对儒家经典上所记载的道理 于是纯玉坤得到了孟子肯定的回答以后 继续问道 那么现在扫扫打水时掉到了井里 作为弟弟的要不要去救呢 这个问题就显得很有杀伤力 因为按照男女瘦瘦不亲的原则来看 那是不能够救的 然而孟子非常愤怒地回答说 如果不去救 那不就是禽兽吗 扫逆不圆 是豺狼也 随后孟子极为详细地解释了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从而诞生了男女瘦瘦不亲的名言 那就是男女瘦瘦不亲 离也 扫逆 原之以守者 泉也 之所以说男子与女子需要保持一定距离 那是礼法的要求 但是人的生命肯定是比礼法更加高贵的 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有权宜之计 这是一位古人在古老的年代里 在那一个普遍认为男女之间需要保持距离的情况下 对于男女日常行为关系的认知 也就是确实需要保持距离 但并非不可以变通 在很多情况下 有些东西远比礼法更加重要 这让我想起了一个网上颇为流行的佛家故事 老和尚在庙里时常教导小和尚 四字心头一把刀 出家人切记不可接触女人 有一天老和尚带着小和尚下山化园 走到了一条河边 这条河并不大 平日离谁也不深 只是刚刚慢过膝盖而已 可是很巧 天刚刚下过雨 河水虽然不深 可是流水的速度却有点急 河边站着一位妙龄少妇 容貌俏丽 长裙吉地 猝着眉头正不知如何过河才好 老和尚对女子说 女施主是否介意让老娜背过河去 女子顿时洗上眉梢 说道 多谢师父相助 小和尚在一边一百个不高兴 心想师父平日里说教许多 原来都是假的呀 很快老和尚就把女子背过了河 带着小和尚继续去画园了 小和尚憋了一肚子的话 很郁闷 傍晚回到庙门前 小和尚终于憋不住了 问师父 您说过不可接触女子 可是您今天却背那位女施主过河 这是不是非常不妥呢 师父悠悠地说道 白天在河边 我就已经放下了那位女施主 你怎么到现在还放不下 小和尚顿悟 看到这个视频的您 是否也顿悟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